看了好久的拍賣 終於看到一台這個 用力的給它飆回來 我跟柯P 這個幾十年的生涯裡面 大概只有看過摸過而已 沒有實際上真的買過 經手過 先看一下車要怎麼整理啦 要不要 對 它這霧燈有霧掉了 它這大燈泡不掉就換掉 其實有蠻多地方有受傷的 冷鏡其實這邊也有一點點受傷 對 然後這個貼盤也吃溝都要換掉了 這有起碰趴 以前要修理一下 你看這裡也有 有點碰趴 來 這個通病 方向機的漏乾 可以叫聚哥檢查一下 引擎變速箱應該是 不太會有什麼問題 它這台IIS油就是底盤 容易會有聲響 異音無謂無謂 那再來一個就是那個肉油 那里程高的會吃雞油 那我覺得以這一台的里程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吃雞油 也可以再檢查一下 欸 它這壞掉了 這擺一塊板子嗎 哦 這要修 反正這個我們的大包跟燈也來了 先把底盤檢查好 IIS250C的改造計畫 Let's go 啟動 汽車教授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好囉 我們要來試這台了 IS250C 非常的少 哦 冷氣好的 好囉 試車囉 嗚嗚 這個底盤沒什麼聲音咧 對不對 都內裝的聲音啊 這次的問題就是內裝聲音很多而已 聽對 對啊 聽起來是內裝的 這次的問題就是內裝聲音多而已啊 然後 都在裡面啊 這才跑8萬多耶 81539公里 這個定位怎麼跑那麼多 這是定位嗎 因為方向盤沒有轉啊 有可能輪胎或是定位吧 要找一段比較平的路有沒有 因為路面斜的也會偏啊 好這一段比較直一點 有沒有 它還是會往這邊跑 這個要先看一下輪胎 因為它底盤沒有異音 然後方向盤轉起來其實也還蠻直接的 方向盤墮桿那邊應該沒什麼間隙 你那邊有一個什麼聲音啊 對啊 一支LOBLOB 避震器了 避震器還好啊 舒服的 很舒服啊 而且舒服的是有路感 煞車也夠用嗎 煞車也夠啊 只是等一下要看皮夠不夠厚啊 還是有啊 那一種奇奇怪怪的聲音 還是有東西沒有靠近 後車廂篷的那塊板子 會不會 有可能 後面有什麼聲音聽 好像真的是後車廂那邊啊 這都是後車廂嗎 等一下先看看後面到底是 什麼聲音 後面真的很吵 哇 是這個嗎 這麼鬆喔 但是應該也不像啊 比較像塑膠 撞塑膠 是緊的啊 這個也不會有聲音啊 上面咧 聲音聽起來沒那麼後面啊 也好的啊 奇怪 後座沒東西啊 這個應該也不會有那麼大聲的 好吧 先看底盤了啦 怎麼樣 很好吧 雷克薩斯不錯吧 一滴油都沒有 然後皮帶還很好 皮帶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鳥蓋也沒有漏油 有沒有 因為這邊 往這邊流嘛 最低的 都乾的 然後一直延伸到這啊 都乾的啊 水箱也沒有漏 然後冷氣也冷 水管要換嗎 這絕對都很有彈性 雷克薩斯捏 都很有彈性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就看 你說偏的原因好不好 檢查底盤啊 看一下前面的關節 是不是好的 都乾的耶 非常的優秀 有沒有 對啊 你這個不錯耶 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 你這什麼態度 乾乾淨淨的 有阿力要像破掉而已 那避震器 避震器好的 沒有漏油 有漏油 這一邊就會變黑的下來 沒有 所以這個要換 好啦 哇這邊呢 沒有換就兩邊啊 這邊也跑出來了啊 油跑出來了啊 一點點而已 這邊還好 避震器也是好的 也沒有漏油 然後再來就看 最關鍵的做盤 我要來搖輪胎 沒有電隙 好盤子要換了啦 煞車盤變形了 然後已經不是平面了 你可以用手摸 盤子跟皮要換 對喔 好的啊 有沒有 這邊應該也是吧 對啊 這邊輪胎吃比較多 有沒有 你看那邊磨的地方 內側 沒磨到 有沒有 你看這個灰塵的痕跡嘛 我們開回來有灰塵嘛 那你看這邊 這邊沒有啊 它只有吃到這裡而已啊 定位 定位跑掉 有可能 沒有啊 可能是輪胎變形的啦 好換後面 後面盤子可以 後面還行耶 對啊 後面的皮還蠻多的 有沒有 我手指都伸得進去 絕對超過 五米 七米 哎唷 這一隻好像有肉油喔 這一隻有肉喔 這一隻有肉油 啊你看另外一邊 很明顯 乾乾的 有沒有 對 所以這樣換後面兩隻 後面兩隻 後面的煞車皮也夠厚 盤子也都可以 後面輪胎比較沒變形 他輪胎也還可以啊 19年了 台文還夠 不知道多久以前中 對 看起來很久 這個也沒過 很好 變速箱也沒有肉油 有沒有 這也沒有肉 都乾的 都乾的 這一圈有沒有 整個都乾的 來眼睛腳在這 有沒有看到 它正常壞掉會整個扁下去 然後會漏油 這個看起來是好的 好的 這台車有幾個裡面講 三顆 三個而已喔 對 來 你看這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痕跡就好了 引擎上下震動的時候 它會往下 所以會有那個 有一條比較深的痕跡 跟灰塵的痕跡 有沒有 看那個其實就會比較左 前面兩隻嘛 後面這一隻 後面這一隻引擎條 只是脫皮還沒有斷裂 都沒有裂痕 裂痕都沒有 它也可以從這裡 這裡也要看 前後都要看 這它有點 怎麼了 沒有啊 那個脫皮而已 脫皮而已 它沒有斷裂 有沒有 有斷裂 你代速的時候 我們停車 你就會感覺屁股會震 這一台代速的時候 都沒什麼震 有沒有 沒有間隙 沒有間隙 變平震極已經結晶了 有結晶了 地體流出來了 有流液體 基本上都撐不久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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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機油量對不對 看會不會吃機油 來 機油在這 可能是之前加太多了吧 有沒有 到這裡 超過了 所以這樣子也沒辦法判斷有沒有吃 因為你看它之前保養的里程 它79000多的時候保養了 有沒有看到 嗯 對 對不對 所以跑一半 那這樣正常來講 沒有消耗掉 表示這一台應該是沒有吃機油 我們整理一下 要換什麼東西 水泡譜 前面的利亞恰 後面的避震器 所有的油水 前面的碟盤 來釘片 變平震極油因為8萬啊 就可以換了 原廠也是8萬 那我們就是做這些項目 做完再試 試那個聲音 對 因為不是底盤的聲音啊 聽起來不像 聽起來是後箱跟後座中間那一塊 在那附近 不是底下 所以我們就到時候用完再去試 那我們就先準備料 好 來 來什麼 沒有啊 我們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剛剛去試一圈回來 只是沒有拍而已 我們剛剛開棚去試 就發現 完全沒有異音 開棚的時候異音很多 所以就是這些關節鍵啊 關節所有的關節都要檢查 除了我們這個蓋子的關節以外 有沒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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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聲音 因為都是蓋子 對不對 剩下的就是 所有的這些關節 跟它連接的地方 都要檢查 很多啦 要把棚子開起來 你才看得到 就兩邊各有一個關節嘛 裡面還有啊 裡面還是會有 所以要 要弄到 拆棚子下來的時候 不用啦 沒有 棚子要拆就麻煩外面 我們給專業的 我們上次說的 除了避震器以外 因為避震器太貴了 所以避震器換改裝 這個比較划算 感覺四支懸換比較划算 對 可以透露價格嗎 避震器後面 一支 7500 呵呵 材料 光材料一支喔 兩支就一萬五了 因為它跟一般的IS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他說是專車專車 對 這個是碟盤 前碟盤 這個是Liacham 這麼短 看有沒有送錯 對啊 這麼短 前面的這麼短 它是不是送到封面的 沒有啊 它寫前面啊 我們先頂起來看 欸對 真的那麼短 真的 真的 這麼大一台車 這麼短 有沒有 油水弄一弄 最後再抓一 我們先來換水棒補薄兒 比較複雜的 先弄完了 反正就變用 對 它橫的 這邊邊拆電腦 這邊邊吸煞車源 這樣比較快 真是時間啦 這是車上其中一個電腦 這引擎的電腦 我們要拆這個電腦 都不用斷電什麼東西 沒有啊 我們只是把電腦盒子拿移出來而已 把它移掉就好了 有沒有 移走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拆了 水棒補在這 從這邊 有沒有 一直延伸喔 然後到這一邊喔 換這一邊 延伸到這一邊來 所以這邊也要拆 這已經寬到 我不知道怎麼拍了 是啊 它很長 所以盒子那麼大 你剛剛不是說盒子那麼大 就可以了 我們上次看皮帶不用換了 皮帶上次看不用 我們拆起來看清楚一點 都沒有練耶 其實還算不錯 對喔 但是又會煮得多 都拆了 啊 換掉啦 為了你啦 多花的啦 阿呆說要換的喔 阿呆說要換 我們不要管價錢 直接叫 這邊呢 是新的 碟盤 好 我們去看一下舊的 舊的就是四溝 你們看側面就知道了 這個等一下換掉 好 好了 接下來就把螺絲鬆掉就好了 啊 水棒浦好多螺絲 對啊 它裡面還有多螺絲啊 它這個那麼長 這應該是你看過最長的 嗯 水棒浦 最大的 好啦 現在我們要來找泄水控 來漏水 有看到黃色的吧 有 啊 下面那個圓圓的 塞子要開嗎 沒有塞子 它圓圓的洞 是給你水漏下去的 這樣就不會漏到護板 有沒有 這原廠設計的 基本上 Toyota設計的都會有洞 你這樣focus的就要拆底板 Toyota基本上都有洞 從舊的到新的都有 它都有設計漏水控 方便 對阿就不用拆底板 對阿就不用拆底板 沒有很髒吧 可以看裡面嗎 是不是 還好 真的喔 沒有很髒啊 嗯 它之前應該有經過 很多螺絲 很多顆 它還有分大小顆 10號放鬆著來猜12號 問你這個問題不知道你會不會知道 你會不會知道 你為什麼笑成這樣 全部都10號就好 為什麼以下10號以下12號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會知道這個原廠設計的 可能是因為強度的關係吧 因為12號的螺絲鎖著 強度比10號強 所以它應該是越末端鎖著越強 中間都是10號的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這樣 要問原廠的設計師 轉螺絲就可以 它就會滴鎖 因為它這種不用打膠的 它鐵的墊片 裡面應該有附 新的都會附 而且它下面已經有 噴一些水槍精的 你有沒有看到 很紅色的 我現在轉的這顆螺絲上面就有水槍精 沒關係我把螺絲拆起來給你看 結晶就是水槍精 單調的痕跡 很紅色的 很清楚吧 夠大了吧 其實還滿新的耶 有沒有 可是這邊已經開始滲水了 有沒有 你這樣拆起來就看得很清楚 有結晶耶 對啊 所以剛我們那個螺絲噴到的水 就從這邊噴出來 然後再來是把鐵墊片拿出來 對啊 墊片拿出來就好了 這個墊片很好拿 因為它沒有打膠 對 所以我們也不要打膠 照原廠 你看它的墊片多厚 多紮實 好啦 稍微清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整個面都要清 它平面是要讓它 不要有髒東西 卡在上面嘛 平面貼合會比較密 反而蓋不緊 對啊 還是會漏 所以我們要再拆一次 誰願意再拆一次 好來 這個就先不要了 啊我要去算了 有多少螺絲喔 對啊 我去算 你去算 桌上的都是嗎 對 對 18 19 20 是喔 20根 一個水棒譜 要20根 20根螺絲 這個這麼大 要組裝我們的水棒譜 還有兩個All-in 一個All-in在這邊 一個All-in在上面的鐵水管 上面 這個 這個鐵水管的All-in一定要換 不然會漏水 我們拆過了就一定要換 先把它拆起來 然後我們先來裝水棒譜 哇 還有墊片這麼多片 對啊 它好幾層 三層的啊 一層鐵片 中間夾一層鐵 再一層鐵片 三層 這個水棒譜 很多層 中間夾一層鐵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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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確定沒有漏 我們再來裝 確定沒了 我們再來復原 不然喔 又要再一次 壓力都沒掉 乾乾淨淨淨的 水管也沒有喔 會喔 水管也是乾的 這邊也沒滴 這樣我們可以復原啦 新的O-Lin 發揮泰色 這樣就可以裝進去 泰色有的O-Lin 會整個扭曲變成 就會露臉 這油很臭 用很久了 顏色都不對啦 新鮮的油不會有這個味道 都是用久了油才會有這個味道 我們來拆那個蓋子給你看 現在在拆的這個是加油的空間 所以它也是從下面加的 對 它用打的 這個就是蓋子 上面有寫W S 就是變速箱油的型號 2.1左右 好 你看它的油 有沒有 變咖啡色啦 正常是紅色的 正常是這樣 色星啦 所以它怎麼樣才可以變成咖啡色 變速箱還是會有通氣吧 有水氣跑進去就會啊 那我們等一下先發一發 排檔排一排 看變速箱會不會漏 換變速箱油嘛 看螺絲有沒有鎖緊 對啊 卸油螺絲孔有沒有 乾的 發動了乾的 然後加油孔也是乾的 有沒有我都洗得乾乾淨淨 都是乾的 好啦 我有疑問 什麼疑問 就是說我們剛剛不是把電瓶拿掉了嗎 那車子的電從哪裡來的 發電機啊 發電機會發電啊 其實電瓶主要是供給它啟動而已 剩下的都是發電機供應 多餘的電回通電瓶 多餘的電回通電瓶 這台車挺快的嘛 竟然要復原了 對啊 開玩笑 還有一個最困難的耶 還有後面的廠頭在等我們 那個是大魔王耶 來吧 有沒有 那你先幫我扶著一下 因為這個蓋子很重 要扶著囉 好 來喔 搞定 好吧 放下來吧 把它蓋起來就好了 有這麼順利嗎 就是那個嗎 你希望不是嗎 我很希望它是 拆下來 然後等一下去試 等一下去試 沒有東西啦 該裝的都裝完了 對不對 我們就等一下去試車 看一下聲音吧 有耶 有聲音 而且都在你那邊了耶 我後面滿多聲音 對啊 好像都在這一邊 好啦 就這樣子了啦 拆地亂一根 對 我有帶給西 喔 好了 起來了 起來了 繼續 測試 出發囉 可是還是在右邊耶 對啊 左邊沒有了耶 好像還是在右邊 對 右邊很難 對 對啊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而且真的是 真的是右邊 真的是右邊 但是 你還記得我們那時候試車的時候 開棚就沒聲音了嗎 對啊 當然記得啊 你不知道上網找一下有沒有專業處理 應該先去社團看有沒有 等於有類似狀況 車友群 是說這車友是能有幾個 對啊 哈哈哈哈 這台錄你就不會嘛 有沒有 我跟你講喔 很很穩啊 很平穩啊 對啊 怎麼辦 那我們先找一下資料 先看有沒有 先看有沒有 有人有發生過 對 然後看怎麼解決 喔 不錄了 回去就是看了 對啊 發易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Albert 全球領先的鋁美 合金複合材料車輪製造商 好啦 好啦 太屌了 我們把異音解決了 對 但是是網友提供的 因為我剛剛偷偷加入了社團 他提供了一個方法 翻到了一天 2021年的文 我們現在仿效他的方法 你要用完出去試車 就知道有沒有聲音了 來看一下怎麼用了齁 加貼了兩mini不織布 包了一圈在卡勾 需要勾住後檔 封玻璃的位置上 然後他還有很明確的附了照片 還有圈起來 要包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試工 我剛剛還在這樣說 這個沒什麼車友 所以這個狀況不是只有我們遇到 對喔 還是要先開一半嘛對不對 對喔 然後開到它直的 那我們車友提供的就是 我們把這裡包住 我們先手邊拿這種不乾膠 然後網友說的呢 就是包這一塊 這一根鐵 這邊包一圈 那個鐵環包一圈 對那他因為他會去勾這一個 這一個 扣住 連接的地方 對連接處 關節處 那我們現在就先包 好這次試車我來做後面好了 就是這裡 對 我們去試車路 哎唷 哎唷 沒聲喔 這麼大一個窟窿 一樣的路 對 好緊張 對喔 目前為止是不是都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啊 好了要到終極路段 你要注意聽喔 有吧 好像沒有耶 沒有啊現在沒有聲音 對啊現在是沒有聲音啊 但是有一些很小很小很小的聲音 就是可能塑膠鍵的那種聲音 那個基本上 就是可能是內裝鍵的聲音 很小聲啊 之前聽的那個聲音真的沒了 太厲害了啦 真的有用耶 真的有用 太棒了 就是已經沒有我們白天試的那種 露露露的聲音 對 搞定了收工了 再來就往下一站 可以出烤漆了耶 可以烤漆了 有點莫名奇妙耶 哈哈哈哈 iS250C 已经烤完期了 因为当初我跟巨哥拍摄 我们在检查车的时候 有发现避震器有漏油 然后想说 既然它都漏油就表示要换 那就换车工他们家的 然后我们顺便再把车身降低一点点 也不要降低太多 然后我们除了换避震之外 胎皮也要顺便换 我们现在看一下车身多高好不好 好高喔 一个拳头 后面一个拳头 我看一下前面 哇前面很高耶 感觉可以降到 山子 然后因为那时候跟巨哥试车的时候 它有点也是偏掉了 就是那个定位已经跑掉了 反正坐避震板 就会再熟悉定位 所以到时候再调一下 我们刚开来的时候 路上偏右边嘛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再定位一下 然后我们刚来路上 还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那个电动窗 不知道为什么关不起来 一般讲AUTO 就是直接往上嘛对不对 你看 你看 它没办法关起来 到上面它就会再往下 我再试一次喔 好 你看 你看 你按AUTO对不对 对 它没办法全关 然后我刚刚在路上 我的解决办法 就是变这样 哦 这样很麻烦 所以等一下要顺便请他们查 查一下说看这是什么原因 嗯 看一下那个高度 三根铁头 前面是三根铁头 前面是三根铁头 后面也是三根铁头 就这样就调整完高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窗户 我一键AUTO上升 然后它会自己掉下来 会自己掉下来 那 往下 正常 那我们看另外一边 这边正常 那通常这个的话是 因为我们换电池啊 造成它这个电动窗的 一键上下的 上下10点的记忆位置跑掉 那有的车有一个 可以设定的方式 就是往下按到底 嗯 然后 不要放开 对 大概等个10到30秒 然后再往上 拉到底 拉着 这样就OK了 所以它也不会告诉你说 它重置好了 诶 不会 刚刚我是有听到一个 寄贱器 的一声啦 对很小声 所以一般来说 可能听不太到 这个功能是每一台车都有吗 嗯 日系车其实蛮多的 比如说像TOYOTA 你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比如说你拆电瓶啊 再重换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 记忆的位置就会跑掉 或者是它可能有换电池啊 或者是烤漆之类的 把它拔掉 还要再测试一个就是它 因为这个是无窗框式的 那你要测试说 它打开的时候 会不会下降 或是关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回来 这样子 这样就是正常的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我可以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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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终于完工啦 这也算快了吧 对不对 嗯 算 因为在这个雷克萨斯的车 本来就本身就没什么问题 这一次呢 我们也帮他换上了这个大包 改装的头灯啦 原厂应该没出这个样式吧 里面的这个叫做什么 正列式的 是吗 有正列吗 把它改就三个什么 鱼眼 加Nike 还有熏黑的一个效果 而且这个大包呢 还保留了噴水头 那差别就在于呢 旁边的两个原本的 原厂的雾灯 它就变成日行灯 还不错吧 成品 它不算日行灯啦 反正就是现在雾灯开关 它才会开嘛 嗯 好不好 那前面就是仿锤型的 水箱护照 那这一次呢 我们虽然是仿造魂洞红呢 但是我们的魂洞红的颜色啊 我们还是比原厂的这个 马自达的魂洞红 来的再亮一点点 你这样看看不出来 你这样两台一比就比出来了 对吧 师傅说魂洞红现在有两种 哦 现在有两种 一个叫魂洞红 一个叫惊艳魂洞红 所以我们叫惊艳魂洞红 我们是一般魂洞红 我们这是一般魂洞红 那个叫惊艳 可是它看起来比较暗耶 那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艳 这看起来比较惊艳吧 这看起来比较有惊艳 好不好 不错 我觉得亮一点的颜色也不错嘛 反正这个敞篷车嘛 对不对 出去就是要贵肉嘛 好不好 所以我们也跟着呢 换上了这个 亮黑色烤漆的一个铝圈 然后胎皮也换掉了吧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地方 也稍微都做过烤漆啦 做过一些修饰啊 内装的部分啊 漂亮 经过我们整个美容 做过 然后这个喷漆 我们这一次呢 因为这个就是正的皮椅啊 所以呢我们就不去更换它 我们就用这个 请这个专业皮椅修复的 来把它做修饰 喷漆整个白的像什么样 好漂亮 这样看下去很美吧 影音的部分 我本来想要换安卓机 在要换的前一刻 我阻止了阿呆 因为我说这个原厂 其实它就是Mark Livingston 我就说不要好了 我们就把原厂的这个 Mark Livingston留着 保留它原本的原汁原味 其实内部啊 我还是希望保有它原本的那种 典雅的感觉 另外呢 这次的方向盘 我也特地把它留着 好要不然 帮盘我们那个 OJ干爹 对不对 一通电话 服务就到 便宜 又有质感 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 这一台我们就让它 保有它这个原本素雅的 典雅的一个内装的一个感受 包含所有它的 开关控制的这一种 仿叉叉木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木 好这个纹路看起来 我觉得都蛮有质感的 它再一个就是这个小层的部分 五油三水 碟盘 皮带 电瓶 该清洁的地方都清洁了 排挡指示面板烂掉 对不对 排挡杆那个防尘套 破掉了 防尘套破掉 我们把它做更新了 对 有一个重点 避震器 我们也换了旋律边 因为那时候检查避震器 后面的肉 肉一只 想说可能也有年份了 好我们就干脆 为了装上大包整体看起来好看 所以呢 我们就车工排避震器就给它上去了 前后呢 我们把它调到三指幅 好 那让整体看起来呢 更加的低深 更加的有煞气 更加的流线 当然它是高低可调的 好 如果觉得太低 还可以再往上调 软硬都还可以再调 还有这个通病 躺棚翼音对不对 其实这台买进来之后 我们紧接着还有再买一台 银色的嘛 也有一样的问题 我们呢 也用一样的方法 把翼音都解决掉了 我跟你讲 这个就要感谢什么社团的力量 大家就把这个通病就解决了 你有拍摄处理音音的吗 有啊 好不好所以这个影片 我们也拍出来分享给大家 反正我想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开这个车人就那么多 没几个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 它的高音喇叭 竟然是坐在这边 一个很突兀的地方 一般都坐在A柱就好了 为什么它特地 在门板上凸一块 为了做一个高音喇叭 这个也是蛮莫名其妙 我记得那时候棚关起来 有一些有生锈的地方 就是那种边边角角在这个 焦条旁边啊 容易蓄水的地方啊 有一些小小的气泡生锈 那我们也都请师傅呢 特地把它处理过了 处理过磨过了 而且你看那时候的那个 雷克萨斯的地毯 你看这毛多长 踩踏感很棒 非常的富有高级感 真的啦 它那时候都是这种 长的绒毛地毯 但是喔 白内装有最大的坏处 你看它其实有一些地方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把整个地毯 都拆下来刷洗 你看像有一种 有一些这种深入的污垢啊 真的其实很难 我们已经洗了四五次了 白薄式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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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說扣安全帽 而且它這個是磁吸的 小禮子你知道嗎 太厚 很高級齁 其實安全帶白的也很難洗 你看我們盡量洗的 其實你看都還是會有一些洗不起來的地方 那我們已經很盡量洗好幾次了 真的洗好幾次了 對 還是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雖然我講這個話不太好 因為我每一台車整理完都捨不得擺 車越來越多了 我現在有點心虛 衣裳還在那邊 衣裳還在那邊 還有我的500也還在那裡 還有我那裡跑4000公里的台抗 我的目標是把這排都擠滿我不賣的車 我不賣的車 然後我就每天就翻牌 這種做皇帝的感覺 我不能翻女孩子翻牌 我就翻車子 以後我每天下班 要下班有沒有 你就拿一個那個牌子出來有沒有 皇上今天晚上 你要靈性哪位飛子呢 請翻牌有沒有 很久沒有開IS250C了 然後你就把車鑰匙扛出來 然後把它洗乾淨嘛 要先淨聲嘛 淨聲 你有看古代劇不是這樣演的 對不對先準備好啊 然後我就準備 我就來靈性了 我就把它開回家 不錯啊 男人的夢想不就這樣而已嗎 好不好 讓我在工作當中保有一點點的 僅有的樂趣好不好 不過說真的喔 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 他就對比了他手上有一台 1994年的Crown 跟現在 現代的 Toyota出的Crown 來做一個對比 我覺得他裡面講的一個觀點 我覺得是蠻 蠻有趣的 他要表達的是說 一千啊 十年摩一見 他是為了做出一台 俊勇的車子 可以勇士流傳 成為歷史的見證的一台車子 但是現在的車子已經 就算他背負的是Crown的這個名字 但是卻已經沒有那種 可以勇士流方的那種感覺了 包含地毯的一些 紙絨毛啊 皮椅的那種 皮革的那種 材料啊 內裝的鋪陳上面啊 車的設計 款式上面等等啊 就是覺得現在的車 已經完全是商業取向了 都是一個像工廠複製出來的東西 失去了那一種 記憶當中覺得說 他是那個時代的一個 代表的一個產物的那種感覺 你包含其實我們 之前拍的那個 手拍的Saviro也是嘛 為什麼我會特別介紹那個 Saviro的車子 他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個 到現在都還傳為家話的一台車子 雖然他現在很多年輕人不認識他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影片出來以後 下面的很多人 對這一台車的那個評價是很正面的 說這台車當初怎麼樣啊 當初隔音是怎麼樣啊 我好懷念我小時候就怎麼樣啊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影片下面的留言 都是這些東西 那個年代的造車工藝 的車子啊 之所以被我們這些老屁股會想要 好好把它整理起來 把它留下來 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因啊 我覺得就是我覺得那個時代 真的車子才能夠稱為車子 現在的車子很像是一個拋棄物 就用完就 以前的Nokia 3210 3310 留下來看哇古董 大哥大水壺 古董 但是現在的iPhone 從1代到15代 每一代用完你就放在旁邊 這個我覺得順便啊 藉由我們這樣一路以來 拍那麼多老車啊 然後整理這些老車跟觀眾朋友分享 我覺得這個觀點可以跟觀眾朋友 讓觀眾朋友去跟著我們一起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我們願意花這些時間 這些金錢 這些人力 這些場地租金來做這些事情 甚至也有很多的這樣的老車的社團 想要把這個文化保留下來 我覺得真的 那個時候啊 車子做出來是有溫度的 那現在我覺得現在的車子出來 只是馬力大不大 省不省油 那這個0到100多少 裡面的平板有多大 Apple CarPlay Enjoy Auto 有沒有無限的 有沒有跟車是Level級的 有沒有 現在大家在在意的是 當然這個是一個時代的演變啊 是這樣 當然我認為這個東西如果它可以被保留下來 我認為它就是一個 我們汽車文化歷史的一個見證 好嗎 我們今天就用這麼溫暖的結尾 來把這一台2011年的雷克薩斯 IS250C敞篷車 喜歡我們做類似的這樣經典老車 好車的一個整理 繁星改造的影片 也要記得務必留言 超級感謝 支持我們 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繼續能夠努力的做下去 好不好 超級感謝 拉滿 下次見 掰掰 發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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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 drops into a hush Heartbeats start to crush Leather seats, oh so plush It's cold, there's no rush Beat drops into a hush Heartbeats start to crush City lights passes by Twinkle in the night sky Music's up, way up high In this red car we fly So a thousand eleven likes this eye is In the sun we confess Life in the fast lane, yes And when we do the second guess Let us be so so plush In this car there's no rush Beat drops into a hush Heartbeats start to crush You know it, we can see Of course Heartbeats start toаг Eartbelt 就是 Ans 聃